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迪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部 菲利浦 RO 液滲透的飲水機 就是這部 ADD 6910 型號 這部機大小 好像一般的咖啡機 大小小 但它又是高一點 如果你是在家中要擺放 麻煩你自己量度位 看看是否夠 因為身材很灰晦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 主要組成部分 最主要是喝水機 最重要當然是濾芯 濾芯 濾芯是放在這裡 濾芯是一支 裝了之後 整支吐下去是這麼高的 由於它已經裝滿了水 我不特別拿出來 因為真的很重 第二個組成部分 就是水箱的部分 我們只需要打開這個蓋 整個水箱就可以抽出來 這個水箱其實有五星的容量 在裡面 你說一般家庭來說 是絕對夠用的 除非你喝很多水 每一天都要加水 你只需要把普通的水喉水 裝入這裡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部機就會自動操作 我們現在看看 其實它有什麼功能 這個面板其實會有四個溫度 讓你選擇 包括有室溫水 45度水 85度水 和95度水 也有四種不同的容量 包括 850毫升 300毫升 500毫升 還有210毫升 不知為何會這麼囂張 是210毫升 我們現在馬上試一下 那就是 倒一些水出來 我們調室溫水 試一下 850毫升 最少 你按一按這個按鈕 這個顯示了室溫水的溫度 然後你按了按鈕 它就會自動出回150毫升的水 直至到去停止 如果你說 我還差一點 我想多一點點 怎樣 按一下 隨時按一下 它就會自己停止 那好像一般的飲水 那樣 我們試喝一下 嗯 這個味道就好像你在超級市場買那些 屈力士士 做流水一樣 那但是它呢 就只是水口水來的 那就是過濾了 那那個效果都不錯 那 除了室溫水之外 那它有 滾水的 其實差不多去到滾水 我們現在試一試 95度的水 看看它是否真的這麼容易 先 穿了95度之後 其實是 Trial Lock會穿了 那防止你不小心 這個按鈕 那就會出水 那現在出不了 我們現在解鎖 先解鎖 保障 如果你家裏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就有這個功能 比較安全 那這裡提一提 如果你選了95度的水 或者是85度的水 的時候 它出水的速度 你可以明顯看到 是比剛才室溫水 或者你選了45度的水 的時候 其實是慢很多很多的 那你不要這麼心急 因為始終它是 立刻加熱的 那立刻加熱的時候 它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很熱很滾的 出了煙的了 那我現在放下它 因為真的很難受 那這部機的好處就是 有什麼呢 就是它這支濾芯 其實可以過度 去0.0001微米的污染物 包括重金屬 原水等 全部都可以過濾到的 那另外來說 你說 咦 我們就這樣喝水喉水 會不會說 還沒煲過 還沒煲滾 不行的 老人家說還沒煲滾 其實呢 它有UV燈在裡面 這個UV燈來講 是每50分鐘會亮一次 亮一次 亮了之後 其實它也會把那些水 裡面的細菌全部殺死 所以 你都放心 剛才我喝的水喉水 都是它已經經過了 殺菌和過濾的水 你不需要擔心 不滾 喝不到 那樣 好了 講了這麼多好處之後 其實我也要提一提 它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像剛才你看到的 那樣 高溫水 它出水是會比較慢一點的 另外 如果你那些杯 或者是要 那些裝的容器 比較矮的時候 你放進去 你離這個水 這個嘴比較遠的時候 其實它的水 是會彈出來的 有機會會彈出來的 那麼彈出來的時候 那有機會 你會用花生室 把它把它擦乾淨 另外 它會送了一個這樣的 盒子 給你裝些水味 如果你按了些水 之後 你很快拿開一杯 它會有些水味 它都可以滴下去 那這部機來講 現在在香港買的價錢 一般電器補 大概賣三千多元左右 那這支濾芯 如果你每日 大概喝六星水的話 根據說明書所講 如果每日六星的話 大概一年需換一次 價錢大概就是八百元左右 那非常之好的地方 就是它不需要隔一個水喉 那你一般的家庭用 就不用太麻煩 在安裝方面 安裝方面 很方便 你就這樣買回來 插了電掣 裝了水 那就可以喝了 那你知道 我們今天的水 有多麼乾淨 其實我都很建議大家 買一部水機 去保障你自己的健康 那我今天介紹一下 我們來看見到啦